為什麼會以未來作為一個主題的原因 是因為未來的科技將會讓我們無法想像 那未來的科技可能會有機器人的誕生 那人與人之間的相處可能會變得越來越少 那所以我們會用這樣的方式來提醒大家 其實人跟人之間的相處是最真情的 那機器呢我覺得 因為像現在有很多的未來的科技的電影很多 那我很難想像未來真的會變得怎麼樣 但是人情味我希望可以保留多一點 才會用這樣作為一個主題 呃重點只有一個 嗨 只要你夠嗨 重點就夠了 如果你不嗨 那不要來 因為看演唱會就是要嗨 那剛好這次的演唱會是剛好在聖誕節 那也很開心可以在聖誕節跟大家一起度過 那很多人都會問我說在這次聖誕節的演唱會 會帶給大家什麼樣的一個禮物跟驚喜嗎 那我現在就可以跟大家說我會帶給大家一個很棒的一場秀 那你們要送給我的禮物呢 就是很棒的尖叫聲 呃 今年不會有新專輯的部分 那因為今年都會以電影為主 然後電影還有真人秀極限挑戰 然後其實有很多的工作 在今年可能就不會有專輯的部分出現 那但是 會有另外一位 人物會出現 他可能就是 可能大家有點不太熟悉啊 他叫朱碧石 那他會在十月份的時候會跟大家出現 他會出一張單曲 也希望大家能夠透過微博去認識到這個人 或者你如果不了解朱碧石的話 你可以上微博搜朱碧石 因為我相信有很多人的表情包 都有朱碧石這個人物